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就是空手套 一年不出 一直挣钱 世界上的很多特区经营都是接近空手套 事实上 但凡成功的商业大佬 基本都能实现空手套 马云创立的阿里巴巴上市之前 前后完成三次融资 共计一亿1200万美元 这对于50万创立的阿里巴巴来说 无疑是一笔巨款 同样的 腾讯 京东 百度等大公司 都是靠小额创业资金 撬动数亿美元融资 才能完成从小公司到大公司的蜕变 不过要说空手套完的最牛的 还得是潮汕人 一个潮汕人 看中了一块价值两个亿的地 潮汕人打算买下来建酒店 土地呢 只要1.3个亿就能拿到 加上盖酒店需要的7000万 一共需要两个亿 三年就能回本 但是潮汕人手里一分钱都没有 那怎么办 于是他策划了一招空手套白狼 轻松拿到了两个亿的融资 首先 潮汕人找到了一个投资人 提议新成立一家项目公司 按照传统的老板思维 谁出多少钱 谁就占多少股 但潮汕人此时手里没有钱 但他仍然想占大股 于是他提出自己不出钱 负责拿地盖酒店和管理 占股51% 投资人只出钱不管理 占股49% 投资人一听当然不肯了 说你不出钱 要么给你赚点中介费 要么就给你点分红 不可能给你股权 更不可能让你做大股东 但是潮汕人比谁都清楚啊 投资人其实并不在乎谁做大股东 他们真正在乎的是 他投了两个亿 什么时候可以回本 要怎么证明他一定能回本 而且回本之后他又能挣多少钱 只要解决这三个问题 投资人就一定会投资你 于是潮汕人就跟投资人说 我虽然占51%的股权 但是我可以把股权质押给你 收益权和表决权都是你的 等于这个公司 还是你100%控股的 这块地是装在公司的资产里 我帮你用1.3个亿 拿到了两个亿的地 此时你已经赚了7000万 如果三年后回本 我们的股权质押就解除 分红权和表决权 按照持股比例分配 除此之外 我再付你10%的利息 你是完全没有风险的 最后潮汕人一分钱没掏 不仅轻松融资两个亿 而且三年后 还拥有了一家公司 51%的股权 所以很多老板缺现金流 其实就是缺一个融资的具体方案 为什么你的方案设计不出来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 融资一共有30种方式 至少从你做生意开始 就只知道找银行抵押贷款 第二种方法你没见过 更没用过 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我们除了找银行融资 还可以找投资人融资 找供应商融资 找客户融资 除了用资产融资 还可以用股权融资 用项目融资 用商业模式融资等等